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生代 包括三叠纪 侏罗纪与白厄纪 侏罗纪为恐龙的最鼎盛期 所以被当作IP的名字 作为已经灭绝六千多万年的远古生物 人类应该早已经发现过恐龙化石 不过当时没有相关的知识 只能用神话解释 直到1841年 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 才将这种巨大的遗骸命名为Dinosaur恐龙 拉丁语译为恐怖的蜥蜴 可以想见神秘的恐龙化石 肯定特能激发文艺工作者的想象力 1912年 写福尔摩斯成名的阿瑟·柯南道尔 曾经创作出科幻小说《失落的世界》 讲述探险队在南美高原遭遇史前生物的故事 一大主角就是恐龙 1925年 《失落的世界》改编成电影 采用定格动画技术拍摄 观众第一次在荧幕上 看到了恐龙与人类同框大为震撼 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与风格 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金刚 此后恐龙的形象不时出现在好莱坞冒险动作片中 大多采用定格加模型拍摄 投资都不算大 真正让恐龙成为全球顶流怪兽的 无疑是史迪文·斯皮尔伯格 82年代 医学出身的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克莱顿 构思了一部将克隆技术与恐龙基因相结合的小说 取名《侏罗纪公园》 1989年 小说尚未出版时 斯皮尔伯格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故事我要了 并联合环球影业拿下了改编权 加上剧本的稿筹 小说还没发表 克莱顿就进账200万美元 且享有票房的分红权 当时的环球总裁西恩伯格希望尽快投拍 他怕斯皮尔伯格先拍了新德勒名单的话 就没有心情再拍商业娱乐片了 斯皮尔伯格不想把恐龙拍摄成常规的怪兽 他请来了顶级化妆特效专家斯坦·温斯顿 抛弃了传统的定格拍摄 联合工业光模将石井特效与CGI数字技术结合 励志打造史上最逼阵的恐龙形象 几年前卡梅隆在《终结者2》里尝试过CGI的威力 但是还没有实现全尼真呈现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 有必要再次强调 90年代初商用电脑的算力比较低 诸罗纪公园基本算是数字特效的天花板极限了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 1992年8月 诸罗纪公园在夏威夷的考爱岛开拍外景 次年上映立刻红扫全球 拿下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 周边产业收益更是以百亿不止 在1997年《泰坦尼克号》之前 它一直是影史最卖作的单体电影 从类型上来说 诸罗纪科幻冒险各占一半 经常也加点恐怖惊悚元素 下面我会把五部诸罗纪打包盘点 让你经济实惠的了解这一著名大IP 在必要处会加入幕后的背景解读 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同样精彩分成 丝毫不亚于故事本身 让我们开始 中北美哥斯达利加以西120英里的努布拉岛上 一队安保人员贺枪实弹护送几个大箱子 树丛里不时传来怪声 猛男们头上带的安全盔 印有侏罗纪公园的logo还挺反差萌 第一场戏给影片定下了基调 斯皮尔伯格展现出超凡的视听调度功底 只闻其声不见其行 寥寥树笔烘托出肃杀诡异的气氛 羊恐龙玩属尸玩命 死者家属尸的大开口要求赔偿2000万 保险公司联系律师唐纳德 要求对公务员全方位彻查 律师信息交代完毕 工人在矿框里挖到了想要的东西 一枚金银剔透的琥珀 里面隐约有一只大蚊子 镜头随后一转来到美国蒙大拿州的荒漠 考古队正发掘一具恐龙化石 为首的男人名叫艾伦格兰特博士 是首屈一指的古生物学家 与助手艾利赛特勒 是考古界的雌雄黄金搭档 这次找到的是迅猛龙的化石 清洗之余格兰特向众人科普 他认为恐龙跟现代的鸟类是近亲 关系甚至比爬行动物还要近 有一个熊孩子非常扫兴 挖了半天竟然是只鸟有啥可怕的 这也引起格兰特的强烈不适 也最喜欢吓唬无知的小朋友了 这一段透露出三个信息 一是格兰特博士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 二是讨厌孩子 三是铺垫薰猛龙的捕猎习惯 为全篇的高潮埋涉伏笔 下面一位大佬级人物呈直升机驾到 他叫约翰哈蒙德 乃侏罗纪公园的主理人 并资助了格兰特搞研究 每年给五万刀你们随便造 对考古这种清水专业可是救命钱 知识分子格兰特眼高于顶 不想掺和商人们的破事 但无奈甲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接着导演交代了一条暗线 某神秘人跟胖老哥私下交易 言谈中似乎要买什么活的胚胎 得手后藏在T须泡沫瓶底部运出 先给75万美元的电金 两人约好明晚7点码头见面交割 去往努布拉岛的直升机上 除了老板哈蒙德、律师唐纳德、古生物学家格兰特和艾利外 还有一位名叫伊恩·马尔科姆的数学家 惊喜与惊吓之旅正式开始 刚下停机评 律师唐纳德表示这可不是什么度假 两天内你要用干货说服投资人 否则项目就黄了 哈老爷子信心满满 立刻带众人去见识公园的核心竞争力 眼前的一幕让格兰特瞠目结舌 梦里畅想的一切都实现了 有这东西我还满世界挖什么泥巴呀 1993年的观众被此场景吓傻了 这只巨大的万龙是CGI数字技术的杰作 不过片中大部分的恐龙进井特写还是用传统的模型 只有中原井用了CGI处理 在当年已足够震撼人心 众人惊得合不上嘴 见到一群恐龙在水边云集 格兰特激动的热泪盈眶 阿蒙德表示万龙只是破个蹄 一会儿你们还会见到温文尔雅的暴龙宝宝 不计成本 一切按侏罗纪时代的蓝星布置 买张门票让你穿越几千年够实惠吧 阿蒙德随后带众人到科普放映厅 揭开恐龙复活的奥秘 他旗下的遗传公司意外获得了远古蚊子琥珀 就是刚才空道里找到的球体 其中含有未被破坏的恐龙血液 提取后用青蛙的基因补足了DNA链条 于是灭绝几千万年的恐龙被克隆出来 目前已收集到了15个种类 这还不算 阿蒙德又带大家清零实验室 见证一只迅猛龙的孵化全过程 看着这些慈眉善目的恐龙仔 他自豪的说起独创的精英控制技术 园区内只培育雌性恐龙 控制住性别 恐龙便无法自然生育 只在培养敏中诞生 从而避免小岛的生态系统被挤爆 这位科学家名叫亨利·吴 由黄荣亮扮演 虽然在手部里算透明工具人 但后面会有重要的戏份 然而数学家耶恩却皱起了眉头 作为混沌理论的研究者 他坚信万物皆有天命 人类想控制一切简直狂妄透顶 耶恩的一番话道出了电影的内核 生命自会找到出路 格兰特想知道 如何控制住这些嗜血猛兽 为了让他安心 哈蒙德继续当导游 并叫出了安全主管罗伯特 肉食恐龙的活动区域 被上万幅电网包围 每天投喂大型活物 绝对万无一失 光听动力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凶残 恐龙怎么叫 谁也没听过 是音效师采样了十几种动物的叫声 合成而来 晚餐时 律师唐纳德欣喜若狂 这哪里是什么公园 简直是摇钱树 而专家们却纷纷泼冷水 您这相当于在火山口蹦迪 万一出点差错 可是地球的罪人 哈蒙德很失望 本以为你们高级知识分子识货 没想到支持我的 反而是最贪婪的律师 唇枪舌剑未果 此时哈蒙德的外孙蒂姆 和外孙女利斯到来 老人家顺势安排 大家来一个园区超前内测 希望沉浸式的体验 能打消专家的疑虑 利斯人小鬼大 聪明伶俐 喜欢古刀计算机 对恐龙毫无兴趣 而弟弟弟母刚好相反 跟外公一样 热衷于史前文化 还是格兰特的铁杆书粉 博士对俩闹痛孩子 不胜其烦 两辆观光车全自动化 进入园区 眼见为实 大家玩的还挺尽兴 沿途碰到一只生病的 石草三角龙 格兰特与爱丽 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般冲上去帮忙 感受造物主的神奇杰作 当时的CGI技术 还达不到如此的真实精度 这只三角龙 全尺寸模型打造 内部服役机械装置 控制四肢躯干 甚至能单独操控眼球运动 好莱坞各方面的工业能力 让人流口水 与此同时 园区控制室却暗藏危机 技术员检测到 电力系统有安全隐患 注意这个叼咽的黑老哥 就是当时知名度 还有限的马仁法克侠 正巧热带风暴席卷岛屿 当天下午 大批科研人员返回大陆避难 有一些技术骨干不能走 其中就包括 刚才参与秘密交易的胖哥哥 人不可貌相 他叫丹尼斯 是如假包换的剑桥大学天才程序员 园区的自动化流程由他一手设计 为人脾气臭毛病多 但因强烈的不可替代性 连哈蒙德都得哄着 丹尼斯电脑旁 贴着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照片 便签上写婴儿潮的开始 可能是暗示他在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然而此大牛货偏偏贪耗利 最近个人财务出了个大窟窿 依然当二五仔 要把恐龙胚胎 卖给对家生物制造公司 丹尼斯的计划是 强行关掉安保系统18分钟 借窗口期偷走胚胎 逃之夭夭 咱俩中间出了岔子 关闭系统引发了一系列蝴蝶效应 把整个电网整瘫痪 这下可好 恐龙宝宝要开饭了 电网挂掉时 观光车正在返回 刚好停在了暴龙的领地 也就是俗称的霸王龙 常年位于恐龙家族知名度的C位 但其实他生活在白厄纪晚期 真回到侏罗纪 是见不到暴龙的 车里的几个人 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悄然逼近 直到小弟母察觉出有规律的震动 这场戏是电影的第一个小高潮 斯皮尔伯格的动静调度 堪称教科书级别 率先下麻的是律师唐纳德 丢下孩子躲进路边公厕 蹲马桶上瑟瑟发抖 丽丝不懂恐龙的习性 惊慌间打开电筒 电网失效 暴龙老铁也不客气 冲出来撞倒观光车 跟孩子们玩硬核躲猫猫 这场肯示观光车的戏 是全片比较复杂的CGI镜头 车与恐龙都是数字特效 再把单拍的人物抠向合成 注意暴龙脚下的阴影与水花 都做得唯妙唯笑 为达到既定效果 特效师先有黏土 做了精确的镜头演示 斯皮尔伯格才点头制作 情势危急 格兰特知道暴龙的势力有限 并且只会追逐运动的物体 于是用信号弹将其引开 暂时为孩子们解围 依恩也不甘忍厚 把暴龙带到了厕所旁 倒霉催的律师可遭了殃 众所周知 美国人均讨厌律师 先让您死一死 这场前半段的恐龙头是模型 后面咬人是CGI融合实拍 可以说毫无违和感 在当年算是超顶尖水准 先前艾莉留待后方 照顾受伤的三角龙逃过一劫 经此一役 依恩受伤倒地不省人士 小蒂姆随车跌落悬崖 格兰特带着利斯下去营救 第二个便当倒霉袋 是二五载丹尼斯 溜出园区的途中 遇上了一只双脊龙 斯片尔伯格在片中 把他缩成小型恐龙 勤头妖艳 却凶猛了一批 见到戴尼斯如此肥美的天菜 自然不能错过 那个价值上百万刀的 剃须泡沫瓶 被永远的埋在泥土里 另一边 艾莉文迅赶到预袭点 救下了依恩 挡上车 暴龙再次杀到 这是片中第一段 数字特效追逐戏 仔细看 还是能看出些破绽的 被挂在树上的蒂姆 九死一生 安然落地 格兰特和俩孩子 在树上休息了一晚 格兰特除了充当冒险工具人 编剧还植入了一条 动人的心理成长曲线 从最初讨厌孩子 到呵护蒂姆与丽丝 泛起父爱般的情感 寻人无果 哈蒙德很郁闷 晚上在餐厅 向艾莉亲土烦恼 从陈设装潢能看出 他确实不惜成本 尽心竭力打造侏罗纪公园 甚至门票都不想定价太高 让普通的寻常百姓消费得起 可直到现在 哈蒙德依然认为 只是技术环节出了问题 艾莉一针见血 直指要害 你低估了生命 造物爹不是那么好当的 科技滥用 别人自食恶果 下面这场戏 正刻画了生命的力量 第二天一早 两孩子先跟万龙 来了个亲切互动 格兰特在树下 竟发现了一堆破壳的恐龙弹 按照哈蒙德的去性化设计 这绝无可能 真让伊恩马尔科姆说对了 格兰特带孩子 向游客中心方向行进 路上一幅万物进发 生机勃勃的史前景象 三人在畸形龙群中奔跑 与之后霸王龙的捕食 是全篇最难的一组 动态C加镜头 别看只有几秒钟 可是花了大力气 哈蒙德显然被艾莉说动 决定重启园区系统救人 然而重新打开电力开关时 马尔发克侠遭遇袭击 好惨的局长只剩一只手臂 第三幕脱险桥段的精妙之处 在于跟牵前的铺垫情节一一对应 比如安全主管罗伯特的领核犯方式 刚好符合迅猛龙的捕猎习性 一只龙当诱饵 另两只左右包抄 完美 故事的惊险制高点给了俩孩子 人类幼崽与迅猛龙幼崽的对决 龙与人在厨房中玩硬核捉迷藏 先前打开电筒作死的利斯 反而成了最机灵的那一个 靠着计算机机能点 激活了系统恢复电力 哈姆德立刻打电话 召唤直升机救驾 原著小说中 格兰特依靠聪明才智 成功诱杀炫猛龙 但斯皮尔伯格与编剧反复商讨 觉得人类不应获得胜利 于是安排暴龙当选全场MVP 人类即将团灭之际 暴龙杀出旧场 既增加了观赏性 也多少贴合电影主题 对大自然 人类要秉持谦卑之心 直升机很快到了 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他了 诸罗纪公园在 劫后余生中落下了帷幕 哈蒙德盯着手杖上的 蚊子琥珀心情复杂 两个泪瘫的孩子 在格兰特的怀中沉沉睡去 言语是多余的 一切恍如隔世 诸罗纪公园将视觉刺激 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 成功捏合 以6300万美元的成本 全球豪夺9亿美刀的票房 成为环球影业史上 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并刮起了恐龙文化热潮 甚至第二年 报考古专业的学生人数 都创下了新高 有别于大开大合 飞天遁地的传统动作大片 诸罗纪公园 更多以惊悚与奇观为卖点 可以看成是 大白沙的A级化呈现 好莱坞的工业能力 是典型的项目驱动机制 往往是一部大片 上一个台阶 诸罗纪公园之后 数字特效 成了制作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之一 不弄出点前所未见的奇观 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 首部要交代不少背景信息 所以我啰嗦了点 后面我加快节奏 电影大卖 原作者克莱顿加班加点 耗时两年 推出了小说失落的世界 同时续集开发被提上日程 环球总裁西恩伯格 真实了解斯皮尔伯格 拍完了新的乐名单 导演陷入一谋 三年没拍电影 直到96年 才结束了心灵疗伤 出山重植导筒 预算加码到了 7300万每兜 前作的男女主 暂时隐身 饰演数学家 燕燕的杰夫高布伦回归 并力邀朱利安姆二等 明星加盟 1997年 《侏罗纪公园2》 失落的世界高调上映 片方对其抱有极大的期待 是要复刻四年前的恐龙奇迹 眼睛一闭一睁 四年过去 惹了大祸的侏罗纪公园 被遗弃在努布拉岛上 让恐龙自生自灭 按照前部的设定 如果不定期注射黎安酸 恐龙就会没命 算是一道保险丝 但这一次 生命又找到了出路 就在努布拉岛西南方 87公里处 有一个索纳岛 一天某土豪 带着家庭上岛度假 婆人遍地 看来不是一般的有钱 众人谈笑风生之际 小女儿却遭到了一群恐龙袭击 镜头转到燕这一边 自从冒险归来 他可成了流量名人 铁粉与黑粉势均力敌 搞得他更加愤世忌俗 这一天 哈蒙德老爷子约到豪宅见面 上部里的利斯与蒂姆 还顺便打了个酱油 哈蒙德身体欠佳 已到了交代遗嘱的阶段 但对恐龙依然热情不减 说努布拉岛只是公开展示园区 真正培育恐龙的地方是索纳岛 多年前 岛上的设施因热带风暴毁灭殆尽 公司撒手不管 本以为恐龙肯定团灭 但最近的商人事件显示 恐龙依然活蹦乱跳 甚至已形成了完善自洽的生态系统 哈蒙德日渐老迈 极富野心的侄子皮特打算重启项目 简单说就是上岛抓恐龙 巡回展览 并顺势控制公司上位 哈蒙德当然不希望侄子胡搞 但形势比人强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舆论 阻止皮特的阴谋 总结一句话 再找四个倒霉袋去岛上取证 这次连电网保护都没有 与恐龙宝宝完全无障碍亲密接触 耶恩坚决不肯接单 上次大难不死 我脑子挖腿了才会再去送人头 然而姜还是老的辣 听说你有一个古生物学家的女友 名叫萨拉哈丁 她可比你痛快多了 去不去你自个儿掂量着 耶恩嘴里骂着娘 跟设备专家艾迪 摄影师尼克出发登岛 边拍恐龙边找女友 女友萨拉刚出场时 是个环保圣母形象 坚信人类恐龙一家亲 用红宝宝的方式跟剑龙打交道 剑龙虽然是石草龙 但同样是猛兽 鲁莽的举动立刻被交作人 险些把团队拖下水 第二部 朱乐际公园的特效更加纯熟 增加了五重恐龙CGI的镜头 片中多了一个新角色 耶恩的女儿凯丽 她藏在补给车中溜上岛 别问我耶恩怎么会有一个黑人女儿 编剧并未明确交代 大概是养女 刚找到萨拉 遮天蔽日的直升机驾到 大侄子皮特带着武装到牙齿的雇佣兵开干了 领头的名叫罗兰 长得神似袁和平袁八爷 刚下飞机就把甲方皮特一通喷 你除了掏钱不要多逼逼 这套英文罐口不说相声可惜了 看着雇佣兵们兴高采烈的捕猎恐龙 萨拉与摄影师尼克气得牙根痒痒 捕猎队一路的业绩不错 偏偏在细恶龙身上栽了跟头 就是偏头进攻女孩的小型龙 猎人狄克上大号时遭遇袭击 纵然你是狐狸河监狱的黑老大 也不给面子 头目罗兰是片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 他一正一邪 形象借鉴梅尔维尔白经理的亚哈船长 负责手段一往无前 视捕猎暴龙为勇气的荣誉勋章 故事重点仍放在人气最高的暴龙身上 第二部出现了一公一母两头暴龙 为保护幼崽跟人类对刚 正好对应着耶恩与女儿凯莉的妇女情谊 斯皮尔伯格试图借此 串起人类与史前巨兽间的通感 并非简单粗暴打怪兽 但某些桥段编得比较尴尬 其中体现在萨拉与摄影师尼克的圣母心上 尼克把受伤的小恐龙抱回补给车 直接导致基地团灭 害死了正直善良讲义气的艾迪 萨拉身为古生物学家 竟毫无常识 穿着沾恐龙血的衣服到处乱跑 险些让所有人领了盒饭 看得我那个酌疾啊 私人组竭尽全力 还是没能阻止暴龙被抓 这是全系列首次恐龙东路人类城市 有种小号哥斯拉的即视感 编剧大卫凯普可能也觉得 剧本有些硬伤对不起观众 安排被恐龙吃掉自黑赎罪 有一说一 侏罗纪公园2在视觉和娱乐性上 还是比较精彩的 上映后仍然大卖 首周末的9270万票房记录 保持了四年才被哈利波特打破 全球共拿到了6.18亿 位列年度亚军 不过比冠军泰坦尼克号少了三倍有余 但失落的世界口碑不及首部 被业界批评炒冷饭 环保理念圣母过了头 也引起些非议 导演斯皮尔伯格拍的时候 就有些异性阑珊 拍完发誓再也不碰恐龙了 后面指引身幕后当监制 把好友兼同行乔·庄斯顿 推到了前台当导演 庄斯顿是特效技术流出身 非常擅长拍动作冒险片 1995年的勇敢者游戏 确立了其商业大导的地位 作为《诸乐际》系列的狂热粉丝 导演庄斯顿刚上任 极力促成了首部经典三人组的成剧 迅速与山姆尼尔 劳拉·邓恩谈妥了合同 但耶恩的扮演者杰夫·高布伦 却因腿伤无法回归 剧本只能重新修改 这次并没有克莱顿的原著小说打底 历史四年的制作 《诸乐际公园3》 2001年的暑期档上映 成本涨到了9300万 但时长却是全系列最短的 只有92分钟 相比前两部的疯狂画比 这次环球影业在宣传上低调了不少 三年之后又三年 索纳岛经历了一番折腾 已经废了 这天风和日丽 男孩艾瑞克与朋友 在岛的周边玩海上降落伞 穿过一片迷雾后 快艇上的船员无故失踪 降落伞滑到了索纳岛的丛林深处 镜头一转来到美国 格兰特博士去艾利家拜访 他俩死里逃生后并没有终成眷属 艾利嫁给了一个政府公务员 育有梁子 过着平静的科普作家生活 餐桌上格兰特大谈迅猛龙 最新的发现是他们也许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高级 能靠声音交流甚至思考 但此研究并未获得学界的重视 大家显然对他的侏罗记 亡命探险之旅更有兴趣 弄得格兰特倍感烦恼 演讲的会场上 面对提问 格兰特立下了铁flag 学界无人问津 研究资金眼看就要见底了 格兰特与助手比利小伙很着急 这时一封邀约改变了一切 富商科比夫妇酷爱冒险 高山深谷都去过了 就差观摩恐龙 听说格兰特是这行里最牛叉的 而且跟恐龙近身战斗过 吹捧了一番 希望您能出山当向导 索纳岛在正区上 归哥斯达利加管辖 方圆十几公里进飞区 各国的政府那边已打好招呼 咱绕岛低飞几圈 过过眼影就好 格兰特找各种理由推脱 直到科比掏出了支票簿 您说个数 我绝不还价 陪着绕岛飞几圈 解决经费问题 土豪的钱不挣白不挣 真想格兰特带着助手比利上了飞机 科比夫妇还聘请了三个全副武装的雇佣兵当护卫 然而到了索纳岛上空 就由不得格兰特了 科比夫妇似乎对恐龙毫无兴趣 反而催促赶紧降落 格兰特刚想阻止被黑晕 醒来已身在废弃基地 科比夫妇大声唬喊一个叫艾瑞克的名字 观众应该已经猜到 他正是片头降落伞上的男孩 什么结婚纪念日冒险之旅 全是鬼扯 他们是来找孩子的 刚上岛雇佣兵就被交做人 先损失了一名小伙伴 然后丛林迫降 黑老哥又悲催了领了盒饭 这次的主夸恐龙 是比暴龙还狠的急龙 根本挡不住 侏罗纪三的叙事节奏非常快 刚二十分钟就进入了掠实跑酷模式 时隔八年 电脑CGI技术突飞猛进 大多数恐龙镜头来自于数字特效 以能流畅大段的展示恐龙护殴 两大巨兽硬碰硬非常酸爽 被蒸人类这点肉丝也是拼了 刚脱险 格兰特就对科比一通老全伺候 这就是你们口中随便看两眼吗 做死还得拉个垫背了 良心坏透了 原来科比夫妇早已离婚 这次上岛 纯是为了找失踪八个星期的儿子 还没完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富豪 而只是二线城市普通的卫浴商品商人 天天跟马桶浴缸打交道 那张空头支票自然是写着玩的 就连雇佣兵的橙色也掺了水 在一堆山寨甲货面前 正品国行格兰特显得鹤立鸡群 算总账也得以活着为前提 格兰特只能先压入火带众人逃出去 第三部的故事简单粗暴 没有太多人文层面的挖掘 导演消掉了庞之末节 主要渲染人与恐龙的博弈逃亡 用花式送人头推进叙事 随后两条任务线齐头并进 一是逃亡 二是寻人 再会合到一处解决 十几岁的男孩艾瑞克 竟然在岛上奇迹般的生活了两个月 而且营养充足 毫发无损 绝对是天选之子 诸罗纪三除了有战力逆天的吉隆 还有知名品种翼龙 准确的说是五尺翼龙 顺便提一嘴 翼龙从钢木上来说不算是恐龙 而是会飞的爬行动物 出场的时候颇有恐怖片的风采 格兰特发现来到一处奇怪的钢铁遗迹 醒过神来才意识到这是个鸟笼子 艾瑞克被翼龙当了育儿小点心 幸亏比利小伙跳伞舍身相救 才保住了性命 片方最初是想让主角们靠着翼龙 飞离索纳岛 回到人类世界搞事情 后来还是放弃了 但翼龙仍是片中的华彩 第三部为迁就叙事节奏 人物的塑造相对薄弱 格兰特博士闻丝不动 感叹着生命又又找到了出路 科比夫妇是家庭和解样本细套路 能一眼望到底 比较有意思的反而是男配小伙比利 刚开始为了解决经费问题 偷了血猛龙的蛋 险些酿成大货 格兰特发现后 潘他跟建公园的黑心阴谋家一个奏性 危机时刻比利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救赎 剧情依然有些比较硬的伤 开头被学习的快艇船员毫无交代 科比夫妇花是多死让人生气 高潮的危机解决如同儿戏 格兰特给爱丽打了一通卫星电话 没几分钟大批美国海军陆战队杀到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跟总统沾亲带故 早知如此还忙活个啥 比利掉进龙堆里竟然没有被啄死 医学奇迹般的被救 配角光环耀眼到离谱 一龙在前一秒还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转眼就跟直升机共同翱翔 和谐飞往新家园这是什么鬼 不如新千年视觉大片的选择越来越多 猪肉记公园3的光环不在 全球3.6亿刀成绩中规中矩 看个热闹还是凑合 总体并不沉闷 我甚至觉得比第二部的娱乐性还更强一点 系列三部曲历经八年完美收官 全球总票房超20亿刀 周边更是卖到爆 环球影业本计划2003年开拍第四部 甚至已拟定了凯特奈特利出演女主 但第三部的成绩频频项目被砍 每个IP都有生命周期 环球得等羊毛涨一涨再接着薅 陈济14年后 2015年终于迎来了新篇章 《侏罗纪世界》 让世纪末观众为之疯狂的恐龙大军王者归来 既是老三部的延续 也可以理解为软虫起 四片伯格依然退居二线担任监制 新人科林特莱沃洛脱颖而出 拿到了导演合同 时间线发生在侏罗纪公园首部的22年后 主舞台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努布拉岛 老三部里 《侏罗纪公园》一直处于未开业及破产的状态 这次设定是完成时 《侏罗纪世界》在公园的旧址拔地而起 一片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 经过多年经营 它已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主题景区 什么迪士尼都是弟弟 编剧并未直接交代 二十多年间发生了啥 只在台词中提到 创始人约翰·哈蒙德去世 将公园托付给了世界第八大富豪马斯拉尼 他也是个花钱如流水的主 不计成本打造侏罗纪世界 至于克隆恐龙的生态伦理困境 已被游客的欢声笑语淹没 毕竟人类照例 绝不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掌控这一切的是运营总监克莱尔 他可能不懂恐龙 但却很懂得赚钱 猪肉纪世界在他的运营下 流水连年高速增长 但居然思维的克莱尔 没有躺在功劳部上数钱 消费者是最善变的上帝 得不断推陈出新 才能可持续性发展 为抓住受众 咱得整点新花活 克莱尔口中的花活 是转基因技术培育的超级恐龙 起名暴虐龙 它的基因框架来自暴龙 在服以其他恐龙 与现代动物的杂交而成 简单说就是个超级缝猴怪 拥有更大的身形与破坏力 让观众的尖叫指数再上新台阶 园区有两个关键人物 一是首部短暂亮相的科学家 亨利·吴博士 依然由华裔演员黄荣亮扮演 克莱队的原著小说里 他早已变当 影视改编让其复活 这次不光要克隆 还要跟造物主比一比设计稿 另一位是安全主管霍斯金斯 遍地猛兽的地方 只有保证安全 才能让游客玩得放心 可这位退役老兵 却是一等一的战争狂人 特别希望将恐龙用于军事目的 打造无敌恐龙军团 能认出他就是 全金属外壳里的憨憨肥仔吗 暴虐龙培育成功 但如何控制让人头疼 所以一直被血藏在幕后 严加勘管 大老板马斯拉尼 看上了园区一等一的 驯龙高手欧文 希望克莱尔与之好好合作 再打造一个明星项目 克莱尔与欧文曾搞过对象 后来性格不和黄了 他海军出身 及擅长驯兽 由漫威新爵克里斯帕拉特饰演 他击败了至少六个 重量级男星候选拿到的角色 欧文的驯龙工作卓有成效 麾下已有四只 从小带大的驯猛龙 尤其一只叫小兰的同学 将在高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老板侏罗记里 人与龙的情感 大都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热脸贴个冷屁股 这次的剧本实现了跨物种依恋 除了男女主 另外还有一条副线 克莱尔的侄子 格雷与扎克放假到乐园游玩 故事的前半段 借孩子的视角展示游乐项目 重头戏是海生爬行巨兽苍龙 他是终生带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 为什么要用鲨鱼呢 因为斯皮尔伯格 就是靠大白鲨起家成名的 以此完成血腥style致敬 领略过苍龙的表演 海豚确实不够看了 欧文随克莱尔到暴虐龙的基地 麻烦您给好好训一训 怎料突然热感应设备 居然检测不到活物 欧文通过墙壁上的抓痕 判断巨兽已越狱 当进门亲自检验时 才知道狡猾的暴虐龙将所有人骗了 他不光肉体升级 连智商都格外的高 10年后的CGI技术 也能完美的构造恐龙日景动态镜头 欧文往身上浇汽油 掩盖体位逃过一劫 这下可好 22年前的悲剧重演 比上次还糟糕 毕竟那时尚处于内侧阶段 现在努布拉岛上 实实在在有2万多新鲜的游客 全都秒变恐龙饲料 搞砸了可不只是关门大吉那么简单 园区立刻进入战备状态 全岛搜寻暴虐龙 园区技术故障为由疏散游客 刚搭上仓鼠球小车车的兄弟俩玩新大作 差点命丧黄拳 这头暴虐龙看着巨大凶猛 心理年龄却只是个宝宝 关在球龙里毫无同类的社交经验 所以杀戮对他而言不是劣食 而是游戏 大侄子有难 克莱尔与欧文亲赴现场搭救 两条线索汇合并进 火烧没貌了 人类却撕成了一团欧文立主猎杀 行走的杀人机器必须除掉 老板马斯拉尼是商人思维 套资几千万的项目不能说避就避 要不咱用麻醉试一试 而安全主管霍斯金斯 提出一个更疯狂的主意 咱来个以毒攻毒 欧文不是训练了一堆迅猛龙吗 他们可是天生的杀手 个头是小了点 组团上没准能跟暴虐龙刚一刚 他们龙家的事还得自己内部消化 顺便验证俺的恐龙军团猜想 嗯你大概意识到了 出这种主意的角色大多不得好死 万般无奈 欧文也只好答应此等下策 谁知暴虐龙体内也有迅猛龙的基因 双方确认过眼神是自己龙 就地倒戈攻击人类 双方你来我往一番殊此搏斗 直到欧文用信任与亲情感化为首的小兰 最后决战暴龙与迅猛龙联手对抗暴虐龙 打得昏天黑地酣畅淋漓 而祭出致命一击的却是埋伏了许久的伏笔 气氛雨露均沾 这波剧作的设计确实见功底 大boss领了便当 留下的后患却远未消解 混乱中各种恐龙被放出囚龙 努布拉岛重新轮为恐龙的自由乐园 繁荣灿烂的商业项目一天之内灰飞烟灭 霍斯金斯的手下将转基因恐龙的胚胎带回了大陆 下落不明 为下一步埋设线索 起初评论家们对侏罗纪世界的票房前景并不看好 谁知这锅冷饭炒得相当成功 首周末全球就拿下了5亿刀 最终以1.5亿制作成本 获得了16.7亿的报表成绩 22年前的古董IP竟然被盘活了 侏罗纪世界确实拍得不错 视觉效果精彩 故事也相当抓人 并兼具了情怀至今元素 老粉看到了侏罗纪公园同款大门 新生铠探 路人粉亦能爽到 思想深度也算有点 这段亨利博士的独白就很值得细品 除此之外 还有个更深刻的设计 我想破了头也没想通 女主全程穿着高跟鞋狂奔如履平地 没有崴脚没有气泡 这鞋到底啥牌子的 软虫戟大获成功 让环球喜出望外 聚集马上安排 但导演特莱沃若 被迪士尼临时挖去搞新战 擅长拍恐怖片的西班牙导演巴亚纳上位 代表作孤宝金晴 当怪物来敲门 他是被德尔托罗和斯皮尔罗格 同时看好的青年才俊 片头的影子部分 作死小分队雨夜上岛 偷取暴虐龙的DNA 先躲过暴龙攻击 得手后兴高采烈之际 上部大显神威的苍龙 再次亮相吃点心 主干故事发生在 努布拉岛惨案三年后 人类仍然心有余悸 让恐龙在岛上自生自灭算了 谁从想努布拉岛的火山即将喷发 全世界不得不直面恐龙的存续问题 听证会上 老熟人数学家伊恩慷慨陈慈 这帮克隆出来的大家伙 本就不该存在 火山爆发或许就是造物主的回收机制 万物各有天命 非人力所能左右 别问 问就是深表遗憾 但克莱尔眼瞅着朝夕相处的 史前小伙伴要嗝屁 于心不忍 联合史前爱好者们 成立了恐龙保护组织 为拯救努布拉岛上的生灵 几乎奔走 动保组织们如同打了鸡血 在白宫的门口 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 克隆恐龙也有活着的权利 政府最终还是偏向保守 严格意义上来说 侏罗纪世界属于私人商业项目 政府不能也不愿帮着擦屁股 万念俱灰之际 一个名叫洛克伍德的神秘富豪找上克莱尔 他是哈蒙德老爷子的生前挚友 恐龙重现地球的军功章 也有洛克伍德的一半 只是常年身居幕后 公众的知名度不高 然而克莱尔清楚这位富豪的能量 洛克伍德拿着哈蒙德同款琥珀手杖 称想继承老友的遗志 将努布拉岛上的恐龙 转移到新自然保护区 寒暄了几句 由于重病再生 让助手梅尔斯讲解实施的细节 老板发话了 因就尽就 钱不是问题 特别强调要把迅猛龙小兰搞出来 他是现在唯一幸存的迅猛龙品种 抓捕非常不易 需要后爹欧文再次出山 三年前逃出生天 二人有过短暂的恋情 但性格不合 又又分开了 欧文在深山老林里隐居 爱咋咋地 发福了不少 对于邀约 欧文开始没什么兴趣 但一听 亲手养大的小兰还活着 马上真香 瞬间燃起了斗志 捕龙阵容 还是熟悉的 雇佣兵家英雄模式 克莱尔还带了两个年轻后生 技术员富兰克林 和古生物兽医奇亚 曾经熙熙攘攘的主题公园 杂草丛生 像一个废弃的垃圾场 编剧设计了许多致敬条段 比如头一个出场的 仍然是温顺的石草万龙 跟朱罗基公园格兰特 与艾莉的视角完全相同 编尔斯邀请克莱尔加入 主要是借助追踪系统找小兰 找到是找到了 但又落入了歹人的陷阱 欧文被工人兵老大 威特利麻醉枪撂倒 原来笑面哄编尔斯 表面上揪口龙 其实是龙口拐卖 抓到黑市卖掉赚一笔 继续支持基因工程 联合上部逃走的亨利·吴博士 制造更厉害的战争机器 其中小兰是最关键的一环 演到这儿 《猪罗基世界2》的故事框架 基本明朗 斯人组与梅尔斯的斗智斗勇 主战场随着运输船 从岛上转移至人类世界 离开时正逢火山大爆发 龙群四散奔逃 正迎合了第二部的副标题 陨落王国 这段拍的极为悲壮 遥想六千多万年前 恐龙灭绝时 大概就是如此绝望 万龙宝宝的哀嚎 震撼着所有人的心灵 然而大自然母亲并不在乎 想都不用想 人类又要为狂妄与贪婪 付出血的代价 拍卖会成了恐龙的晚餐会 侏罗基每次重拍 照例要发掘新龙 这次除了暴龙 炫猛龙等老班底 另外捧红了明河龙 这家伙的优势在于投铁硬度 俗称脑子有炮 成功帮助欧文和克莱尔越狱 龙族高效开锁将 民不虚传 上一部广受好评的暴虐龙 以便当 老鹰匹亨利吴博士 再接再厉 在梅尔斯的资助下 秘密培育了另一个超级杂种 暴虐迅猛龙 块头更大 战力更高 智商更是拉满 简直是披着龙皮的人 雇佣兵头目维特利 有收集牙齿当战利品的习惯 他自以为成功的实施麻醉 于是大摇大摆的进龙拔牙 完全没想到暴虐迅猛龙 以学会洛基的装死神迹 暴虐蜘猛龙 最终被私人组加小兰干掉 仍然采用手部里恐龙占恐龙的套路 他被石草三角龙的化石囊死 正所谓床前明月光 柔弱胜刚强 导演巴亚娜是拍恐怖片的奇才 深挖侏罗纪IP的恐怖惊悚气质 片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暗线角色 洛克伍德的外孙女梅西小姑娘 她母亲出车祸身亡后 便一直在外公家寄养 起初观众以为是个人畜无害的工具人 只负责尖叫与被拯救 谁知后半段身份揭晓 她压根不是什么外孙女 而是洛克伍德死去女儿的克隆体 这伦理深度蹭一下就上来了 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一下 梅西身上也许含有一些恐龙基因 超强的运动能力 女管家曾说她像个怪物 暴虐薛猛龙两次跟梅西遭遇 不光没下杀手 甚至还隐约表达了善意 如果此猜想成立 那梅西结尾的圣母举动就变得相当复杂 克莱尔与欧文看着即将被毒死的恐龙陷入胶着 左右为难之际 梅西按下了开闸按钮 将恐龙放松到人类世界 这提出一个难解的悖论 克隆人和克隆恐龙到底有活下去的权利吗 梅西的放生是不是在为同类找出路呢 你怎么好像突然串到西部世界了 侏罗纪世界二以1.7亿美元的成本 换回13亿的全球票房 虽说比三年前稍逊 但仍是极为成功的商业运作 顺便挖了一个大坑 此前的侏罗纪一直是主题公园的称呼 现在突破了岛链走向世界 人类与恐龙都要靠本事找出路了 第三部的侏罗纪世界还没有供应 我也没看 质量无可奉告 不过可以大胆预测剧透一下 肯定有恐龙咬人的情节 比常规的怪兽片有深度 比严肃的科幻片更具娱乐性 环球影业的侏罗纪IP历经30年 六部大荧幕长片 加上动画 乐园和周边的产品授权 恐龙经济的收益规模 应该几百亿刀不止了 不客意史上最成功的IP运作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